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8月16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过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大盘走势 指数的部分在昨天拉高上涨128点 继续创下波段新高之后呢 之后这今天大盘稍微做一个震荡整理 指数开平小涨17点开出之后 接下来都在平盘附近做一个霞幅游走 收盘小涨个三点 不过今天量稍微缩一点点 仍然有2083亿的量 已经是连续四个交易 成交量都有2000多亿了 这是不是代表台股 已经有机会出现了V型反转 正式的要翻多一路往上涨呢 好针对大盘这个之前 我们今天先再度恭喜一下会员朋友 又再度利用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 帮会员朋友继续掌握 稳扎稳打赚钱的机会 那今天来看到这是8月16号 这地方每天第一步 我们都会先帮会员朋友观察盘事 来决定今天是个攻击盘该做多呢 还是个整理盘该做短空 那今天9点07分就已经跟会员朋友报告 美国股市礼拜一开低收高上去 但是小NAS的棋子早盘 拉回来小跌是多点 台股指数开平高 小涨17点 但是首盘出现个空方量198亿 而且带有上影线 代表今天大盘稍微有点压力了 而预估量则在2000亿上下 棋子的涨幅则跟现货差不多 所以我研判 今天指数会是个震荡整理盘 各股各自表现格局 当然盘中要提防一下 会不会有上冲下息的走势 那今天大盘一早已经跟大家说 高档会有压震荡整理 所以呢我们再度采取反市场操作 短空的模式 就是看看早盘有哪些个股 大单在急啦 散户在追价 好反而有大户如果出货 我们就这个地方高档先做一个短空 今天锁定的标的谁呢 代号6104的IC设计股创为这档股票 今天这两天有利多见报 说苹果现在要导入Type-C的一个规格 那创为是做这个USBIC 这个Type-C的一个这个大厂 原本就是苹果供应链 所以报纸点名创为大单在望 但事实上创为公布出来的七月营收 其实是在衰退的哦 所以重点是昨天的股价礼拜一 大涨锁上了涨停板 哇有利多又大涨锁涨停耶 但是也发现到昨天涨停板 主要买盘疑似于来自我们所说的 短线隔日冲大户 重点是今天早盘 这地方开高哇一度又这样往上 急拉冲高上去 哇又有出量的一个走势出现 很多人看到了哇昨天涨停板 今天又这样这个一路的汉地八冲 要往上拉 会不会再来一根啊 很多散户就会去抢劲 但他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又多的动作 而接下来如果你学过 现龙老师的实战教学技术分析 你会在早盘急拉大涨过后 发现到有大户在那里 坐量片线 拉高之后反手出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翻黑出现了转弱讯号 所以今天创为早盘这样急拉上去 昨天涨停今天还能再去追吗 现龙老师反而建议会员朋友采取短空 短空指的就是我们当冲 采取先卖后买的策略 来看一下这是今天早盘 9点48分发出的指令 快打当冲标的短空6104的创为 短线技术面转弱了 所以我们定价133.5到134.5之间 先做卖出的动作 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请勿以市价追高杀低 所以你看到现龙老师给会员朋友的操作指令 每天做什么股票 代号多少 要买还是要卖 重点是价位定在哪里 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是说哎呀这地方 叫你自己去用税价 市价追高杀低 没有 我也请会员朋友再三叮咛 会员朋友跟着我们操作 不要用市价追高杀低 以免一方面你的成本可能会比较差 长期下来巨沙成塔也是不少钱 更重要 如果是一堆会员都用市价在追高杀低的时候 往往容易惊动到背后的大户 不小心大户跟我们对坐都有可能 反而本来会赚 被人容易赔钱了 更是得不偿失啊 所以再三叮咛 你看到跟着我们做股票 我们价位都定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需要用市价去追高杀低 好那你说哎做得到吗 做不到挺多没有赚 但是你看到今天9点48分发出指令 短空6104的创为133.5最高到134.5之间都可以 后来最高来到多少10点左右来到135.5的价位 换句话说你看到你今天挂在133.5到134.5之间 是不是全部都能成交到平均今天可以卖在134元 那卖完之后10点过后就开始震荡走低下来了 甚至12点多翻黑最低刹到128.5元的价位 那我们也顺利的建议会员配在131.5来做买回 今天这样子跟9万卖在134元 131.5买回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两块半的价差 假设你操作10张好了 100万组出头 对不对 100多万 今天这地方又能够一张2500 10张下来加薪个25000 日领25000 顺顺利利 稳扎稳打的 钻在口袋里了 那这个礼拜两个交易日 目前为止我们两次出手 昨天大盘攻击盘出现 我们短多3532的一个台胜科先买后卖 昨天跟着买在179.5以下 拉高上去182.5以上卖出 187目标也都有达正 至少3块价差 7张就是昨天日领21000 今天这地方先卖后买 这个两块半价差 10张又日领25000 两次出手 这礼拜两次出手 二战连胜 继续稳扎稳打扎 再帮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如果再加上上个礼拜 五次出手 智茂短空先卖 两块多价差 7张也是进账15000 长龙12张小赚几千块入带 台阳这个20张又日领12000的机会 环球金这是先买 5块价差 那三张又进账15000 那只有这个帽达 停损比1%多出场 那我们这个第一月目前为止 7次出手 总共加起来是6胜一负 另外三次合局的成绩 我们继续稳扎稳打的 再帮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再三强调 当然我们不可能保证大家 天天都赚钱 但是我给你的是 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哪四大保证呢 第一个跟着我们做当冲 你看到当天进一定当天出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给你做操作建议 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进杀出几十趟 最多两档 像今天也是唯一一档 6104的创围 没有更多的股票了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如果今天跟着我们做当冲 通通都是6104的创围 不会有其他个股 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秀的当冲股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今天假设有会员朋友跟着我做当冲 不是6104的创围 是其他什么股票 老师说谎 老师当场就是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继续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我们会持续用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继续的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每天有赚钱没赚钱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这个月目前为止 这个六胜已复的一个成绩 另外三次合局 继续稳扎稳打的 要来帮会员朋友掌握赚钱机会 如果投资报认同我们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县荣老师这样的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来找我们一起征服湖海 共创双赢 我们会继续努力坚持下去 也欢迎大家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谈到这个盘子了 当然大盘指数从年初突破18034 涨到18619高点 那时候多投行情已经涨了21个月了 现荣老师已经提醒大家 从成交量 从指标来看 高档贝离讯号出现 这个中期为档危机 已经开始浮现 风险意识绝对不能少 那后来也顺利的真的帮货员朋友 避开了这一波4000多点的一个下杀 直到上个月大盘跌到14000点附近 最恐慌的时刻 3000亿的巨量让指数7月2号 重挫482点出现爆量长黑 融资断头卖压的涌现更是让指数一个礼拜狂跌千点 散户正在绝望性抛售股票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 大盘如果你学过现荣老师 怎么去掌握指数的关键转折 使这个操盘级技术分析 你会在这个狂杀的背后看到底部讯号已经一个一个出现 而当时现荣老师都跟大家预告过 指数随时都会酝酿一波中期反弹 关键的时间点就在台积电法说 跟国安基金立会的7月中寻成后了 后来大盘虽然又杀破了14000 最低杀到13928 那现荣老师看法都没有改变 告诉大家 大盘出现新低量臭 又来一个新低价 其实这个距离技术分析的低点都已经不远了 而当时融资断头卖压已经暂时告一个段落 外资的旗帜也开始翻多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 指数虽然杀破14000 那天又破了新低 来到13928 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技术面仍然有机会出现中期反弹 关键的时间点7月中下旬 这个我们都跟大家深做过预告 所以你看到目前为止 大盘今年狂杀4500点 4600点 到现在反弹了 这个1500点了 大盘指数都符合现荣老师 技术分析的规划跟预测 所以我再三叮咛大家 你要成为一个操盘高手 要成为真正股市的赢家 你不想要总是人云亦云 大涨到高档了 才在那边拼命想要买股票 砍到最恐慌的时候 才来这地方 跌到最恐慌的时候 才来这个认赔杀出 你就要懂得运用技术分析 像现荣老师这样 掌握好技术分析 关键的转折 预测好未来行情 这样才能够晋升成为赢家 当然接下来的行情 怎么继续来做判断 看到技术面的部分 上个礼拜前刚刚提到 关键仍然在量能跟台币 如果大盘量又缩到2000亿以下 指数这个季线 目前的位置在15300 已经这地方突破 仍然有可能会再做个拉回 但是如果说大盘量能够 稳住在2000亿以上 温和的扩增 那量的这个目前 大盘的筹码对多方有利 这个无日均量 也开始超越了10日均量了 量的趋势也开始转强之下 那指数我上个礼拜 就已经跟他预告过 渴望突破季线 继续往两年线 目前的位置在16100 来做迈进之中 那只是很多人在问我 那大盘已经涨了1500点了 是不是已经代表 多头已经开始要出现了 哇这个要开始要变成回升 甚至有机会V型反转呢 我再次看这个 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我说所谓的多头市场 通常要有两个条件 至少要有一个成立 一个叫做什么 要有景气 景气就跟这些地方是持续的这个扩张增温 业绩会越来越好 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要有资金 像两年前疫情爆发 这个景气最可恒之后 FED无限量化宽松 大量的无限印钞票 零利率 塑造21个月的资金行情 这也是一种这个多头 但是如果这两种都没有 你说景气 现在来看的话 这个所谓的 不要讲这个能够 这个回升啊 不要出现硬着陆 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对不对 所以目前来看 尤其很多公司 我还是强调 过去两年靠着重复下单 带来的业绩大幅度成长 现在已经副作用开始 一个一个看到订单大幅度缩减 需求减弱之下 财炮获利未来都可能大幅度衰退 这样的状况 各位投资者景气目前是没有 那资金又在FED 这个地方大量升息之下 虽然说大家觉得 好像通膨有点稍微会降温 但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上个月公布出来 仍然是超过了8个percent啊 对不对 距离2个percent的目标 还非常的遥远 预计在年底 在这个明年 FED都还会持续的升息 这种状况之下 你就会了解 我为什么仍然界定台北股市 这一波虽然已经涨了1500点 就视为一个中期反弹 只是目前中期反弹 从筹码面上来看 还没有结束 等哪一天出现异常的巨量 融资大增 反弹就接近尾声 或是万一台币失守三十大关 就要小心外资在租的出手 跌势在起 那目前来看 我只能说中期反弹 还有继续上去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你到底该怎么操作 你就会了解我为什么再三跟他强调 其实在这个阶段最好的操作策略 仍然是我们这一路以来 告诉大家的四个字 快打当虫 因为你会看到 我们的快打当虫作战 讲求的是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有赚钱机会 我们仍然是努力在帮大家掌握 不用担心措施行情 对不对 昨天大盘一个拉高上去 攻击盘 我们短多 操作台胜科 三块价差 七张两万一 放进口袋 今天大盘稍微震荡整理 我们短空模式 这地方 这个 短空 6104的创围 果然开高走低 两块半价差 十张又两万五放进口袋 你看到 又赚钱机会 努力把握 赚了钱 盘后保持空手了 下午就可以去逛逛街 喝个下午茶 安安心心的 不用担心 美股反弹 哪一天结束会突然下跌 让你高枕无忧 这样叫生活品质 要能顾好生活品质 用降低风险的方式 稳扎稳打 再帮投资 把掌握赚钱机会 而且还不是小钱 对不对 昨天操作这个 七张的 这个台胜科 三块价差 昨天一天就进占两万一 今天操作这个 十张的一个创围 哇 又是这个地方 稳扎稳打 这个赚了两万五进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当然我也再三强调 当冲 不是在随便冲 更不是在盲目的追高杀低 而是要仔细的按照 我们所说的SOP 第一步观察盘是 决定多空 攻击盘出现了 我们做短多 整理盘 我们做短空 攻击盘 我们做短多 要找大户今后 转长的股票 整理盘 就大户出货 我们找大户 这个整理盘 我们找这个短空 要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 再确认转折 再来果断出手 并且最重要 遵守纪律 理性操作 严格控制风险 就是这样操作方式 有攻击机会 上个礼拜 矽晶圆环球晶 哇 这个地方 发现大户洗完盘 反手进货 转强讯号 就转多先买 上礼拜 台胜 这个环球晶 也是这个地方 五块价差 三张就一万五啊 那昨天做台胜科 也是大户洗完盘 反手进货 转强讯号 转多先买 昨天买在179.5以下的 拉高上去 182.5以上卖出 后来187目标 也有达正 至少就三块价差 当然等目标达正 才来获利了结的 赚更多也恭喜你 那七张至少就是日零两万一 安安心心的 入带为安啊 那今天大盘整理 我们采取短空模式 发现创为 大户 坐量偏限 拉高 反手出货 转弱讯号 短空先买 对不对 一早跟走人平均卖在134 杀下去 131.5买回 下半场最低 来到128.5 两块半价差 十张日零两万五 又赚进口袋了 这礼拜两次出手 二战零胜 继续稳扎稳打的 掌握赚钱机会 加上这个之前 智茂短空先卖 两块多价差 七张也是进账一万五 长龙小赚入带 台央小赚入带 然后呢 这个环球金 也是继续赚钱 目前为止 这个月是 这个六胜一负 另外三次合局的成绩 那如果说从七月十五号到今天为止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总共我们这地方 十九次的一个出手 十一胜四负四合 有赚一定有赔 你看到我们每一笔 不管赚赔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那赢亏相抵之后 累计报酬率 一个月的时间达到12% 也是假设你每一档 用一百多万来做操作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个十几万 甚至像五月分价 累计报酬率20%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个十万 20万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会继续努力 继续利用当冲 要帮很多投资朋友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税 要帮你来提升生活品质 实现人生梦想 想要把握的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现在加入 还有机会学到 现龙老师亲自传授的 当冲实战教学的独门技法 怎么判断 当冲短多先买 还是短空先买的时机 短空怎么去吃 隔日冲大户的豆腐 今天我们6104的创为 就是这样的模式之下 发现昨天所长提的隔日冲 今天在出货转弱讯号 我们嫌满 果然又开高走低 犯黑杀下来了 想要学习的投资朋友 想要利用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我们都诚心邀请你 来加入 又我现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广告休息时间 就欢迎来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马上再回来 更大不顾 极品操盘团队 由邝老师亲自带领 专业用心重诚信 提供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这两天感谢很多投资朋友 在打电话进来询问 宪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当然大部分投资朋友都说 真的很认同宪荣老师所说的 采取盘中满手 盘后空手的当冲 这地方可以用最小风险 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对小资族来讲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也有大资金的朋友 他说手上有500有1000万 你说全部拿去做当冲 好像也不适合 有没有波段的股票 可以在这个地方 趁着大盘跌了4000多点 想要逢低减便宜呢 那指数也的确回挡了4500点 如果投资报先前有听我们的 顺利的避开这波的下沙 那现在我们正在锁定 未来最有爆发力的产业当中 电动车的一个族群 我们只找业绩真正有成长动能的 精选潜力股 给大资金的朋友来做波段规划 就像上个月 唯一推荐2308的一个台达店 上个月就跟大家报告过 他生产的电动车充电桩 这是喊客户 喊过了国际 国际的一线汽车大厂 还有各国政府 出货已经超过百万台了 电动车的电能转换系统 技术也是领先业界 动力系统更是已经打入 全球四分之三 汽车大厂的供应链 这个部分的车用产品业绩 开始进入到起飞期 带动了六月营收 创了历史新高 启动了成长动能 当时也发现法人在低档 7月份最恐慌的时刻 法人却在逢低积极卡位 我们也在当时建立会员朋友 243元以下买进波段持有 这两天最高已经涨到274.5 很多人这地方大资金买个十张 现在已经赚了三十几万了 台达店是上个月 唯一推荐给大资金 VIP的波段潜力股 这个月 目前唯一推荐8255的蓬城 这档车用电子元件的龙头大厂 也是同样在新能源车带动之下 7月营收创了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研发已久的新产品 已经取得了客户认证 未来两年业绩都要持续的成长 当时股价还在低档 也发现法人在积极卡位布局 我们也建立会员朋友买进波段持有 上礼拜还有168元以下 可以来做买进 这几天已经涨到193颗 今天最高是194.5了 也都已经领先大盘 创下波段新高 继续的一档一档发动 那我们未来会继续锁定 电动车产业 在进入到爆发性成长年代之后呢 车用电子车用圆券的需求 正在大量增加 很多公司业绩正要启动 成长动能 创新高 带动股价 打败大盘 突破新高 这才是我们这个地方 未来会持续一档一档锁定的重点 如果大资金的朋友 有波段需求规划 欢迎跟着我们锁定 未来最有爆发力的电动车产业 找出来业绩真正有成长动能的 精选潜力股 一起买在起张店 那对小资组来讲 我仍然建议 目前大盘中期反弹 仍然在持续之中 但是想要控制好风险 又要稳杀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盘中满手盘后空手的快打当冲作战 仍然是大家最好的操作选择 那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 计划内容很简单 每天早上提供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设飞标 也不会带你杀劲杀出几十档 会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是先买还是先卖 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活力目标 没时间看盘 老师帮你看 到了在简讯通知你 无论如何 当天带你进 一定就是当天带你出 你看昨天攻击机会来了 锁定3532的台胜科 大户反手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之下 一早建立会员朋友 179.5以下 跟什么短多先买 买完之后一波拉高上去 我们建议大家182.5以上卖出 目标187也都有达正 至少就是三块价差 赚了更多 恭喜你 七张至少就是日零21000 稳稳的放在口袋 一天加薪21000 今天大盘震荡成立 我们短空模式出场 36104的创围 昨天还在锁掌停 今天大户已经在反手出货 我们就先卖后买 成功的这地方 卖在134的家位 杀下去这地方131.5买回 两块半价差 十张又是日零25000 这个礼拜两次出手 二战连胜 七月份 这个八月份目前为止 六胜一复的成绩 当然目标仍然是朝向 五月份这样子 单月累计报酬率20%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10万20万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想利用当冲 这样子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或者是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 想跟着我们一起锁定电动车产业 现代加入都有不错的优惠给您 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指名加入 由我亲自带领的 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